在我眼中他是不忘初心的实力演员对不对 与此同时我觉得他还是坚持自我的一个追梦少年是不是 还有他更是Fit Me是我本色的最佳代言人 他的名字是什么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美宝连品牌代言人吴磊 有请吴磊 Listing me heart Hello 大家好 我是吴磊 大家晚上好 大家好 欢迎吴磊 吴磊帅不帅 今天你们是为吴蕾而来的吗 其实今天有很多吴蕾的粉丝都来到现场 蕾蕾先跟他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Hello大家好 我是吴蕾 然后非常高兴能够在这个地方见到大家 谢谢 谢谢 今天是吴蕾跟我们的超级粉丝日的团聚 与此同时今天还有个特别的身份 就是我们美宝莲品牌的代言人 这一次代言彩妆的感觉怎么样 感觉很好 然后化妆品都不用愁了 自己有在用吧应该 有在用 是 代言了彩妆化妆品不太愁了 我想考考无垒啊 你觉得我们全新推出的这个fitme 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给我们推荐的单品 跟我们分享一下 想要推荐单品我觉得就是那个fitme的粉底液 很好用真的很好用 就是很吃就很服贴 是因为我觉得对于我们男孩子来说 本身化妆就是千万不能成为负担的一件事 如果说你化了妆 然后像去外面运动一下或者是干嘛的 天天要补妆隔两个分钟妆就花了 我觉得那样就很没有意思了 所以我觉得fitme这款粉底液对于我们来说很适合 所以今天吴磊来到现场我们要提醒大家正在观看的宝宝们我们吴磊要给你们送福利了 现在进入美宝连官方旗舰店微淘回答吴磊最爱的fitme粉底液色号抽取十名赠送吴磊弟弟最爱的fitme粉底液 我们要来问一问了吴磊你最爱的粉底液色号是什么 因为我们有24款你知道吗 我今天特地去了解了一下我用的是哪一款 你用的到底是哪个色号 用的是120 120 不是那个120 是那个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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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120这个色号你们用过吗 他们可能女孩子可能用的比较 不是你可是120我觉得在男生里也算挺白的 是吗 因为你知道我带你们近距离的观看了一下他的皮肤真的是很好又白又细 不要瞎吹了 真的真的 没有那么好 所以你其实用的就是120的色号是不是 是是是是 好大家记住了 我们现在呢来到我们的微淘回答出吴磊最爱的fitme粉底液色号 就会有幸运的观众来获得我们吴磊抽取的我们的fitme粉底液 那说到这里呢 其实今天我们是美宝莲的城市沉浸的体验展 吴磊有来逛一逛吗 我在他们之前就来就逛过了 你有拍照吗跟那些 我每个都拍过 每个都拍了 每个都拍了 怎么样觉得这些沉浸的体验馆好玩吗 就我觉得真的做得很好很逼真 然后包括每个楼上楼下的每个都特别有特点特别有风格 因为我自己有去逛你知道吗 然后那边还有那个模拟纽约的街头 是吗 就真的很像 你说那个地铁站是吗 对对对对对 有地铁站还有那个什么滑板区涂鸦区 是是是 你有玩对不对 都玩了我每个都玩了 你觉得在这么多个24个神秘的空间中 你印象最深的空间有哪几个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印象最深的 应该是 应该是那个小画间 哦 涂鸦墙的那里对不对 我去那边那里坐了 然后坐了差不多五分钟 然后那个里面有个人藏在里面 然后给你画画 然后画就画出你的样子 哦那我知道了 是一个小房间 对你可以跟他提要求 比如说我跟他说我要一点胡子 他就帮我贴了点胡子 你怎么会对胡子这么向往呢 我就是随便提要 那我就推荐给你我们美宝莲 FITME的一些其他系列的彩妆好不好 他还刮胡子的彩妆吗 不是 你就比如说用深的粉底液 深的FITME粉底液 在胡子的画一画 装作我们胡子 OKOK 好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那有一个自拍艇 就是在那里自拍 然后你的那个画像 就可以传到那个上面去 你们可以回头看一下 就那个那个就是 你们快看快看 没有了 你们有去玩吗 他们都没有来得及玩 就一直在等着你了 那个就很好玩 还挺好玩的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一会儿啊 我们邀请大家去我们 24个神秘空间进行打卡 因为今天我们有个寻宝任务 就是我们极其对应 24个粉底色号的 24个房间的打卡 就可以开启神秘的X门 获得蕾蕾留给大家的线索 那么也要提醒 没有来到现场的粉丝 来打卡我们五蕾推荐的展览 找到三十滴地的摄影大作 即刻来到我们美宝莲公众号预约 那么其实今天我们的主角是五蕾和我们美宝莲的FITME的粉底液嘛 对不对 五蕾之前有帮那个FITME拍摄一个视频 对不对 对 我有看你视频有发 今天你们看过吗 还想再看一次吗 那我们跟五蕾一起看一次好不好 可以吗五蕾 在哪看 在大屏幕上看 OKOK 来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OK FITME是我本色 帅不帅 这个是什么时候拍的 冬天你们都知道 冬天的时候拍的 对对对对 但是有的时候我看有的场景它穿的还挺单薄的怎么样 在拍摄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趣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其实还好就是只有一个场景就是在那个天台上面 就是楼顶的那里是吧 在那个一个直升机的停机屏上面拍 然后就还挺挺挺挺凉快的 挺凉快的 风挺大的 这个凉快不是一般的凉快吧 那那那那几天拍摄的时候这个妆有没有花 妆吗 完全没有花 完全没有花 没有花 效果很好 就是脸被动红了 脸被动红了 那其实吴磊在拍摄这个短片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跟我们分享 有意思的事其实就是上这个停机屏 因为长这么大就没有上过停机屏 然后第一次 对 你应该是很爱冒险的那种人吧 因为就拍戏嘛 不怎么会接触到直升机这个交通工具 我们一般都坐车 一般不坐直升机 坐民用飞机 一般也是第一次去停机屏 是 那其实我有看到就是这个视频中 是不是切换了很多场景 有不同面的吴磊 这些场景跟吴磊你在现实生活中 你觉得有重叠吗 有没有哪个场景觉得 那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我 那种感觉 其实每个都跟我有点相似 有点不相似 跟我们说一说 你看那个我现实生活中就比较 不工作的时候就比较 没那么精致 比较邋遢 但是别人见到你都觉得你每天都很好看 就是你看这四个里面都是每个人都穿得很好 对 我平时就比较喜欢穿一些比较休闲的衣服 你是喜欢那种很舒服很自然的 而且平时我就是头发也乱乱的 但是有的场景又觉得自己跟自己有点相似 对对对 因为像他们每个人做的都有一些是我本身上 本身也会做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什么打篮球啊 弹吉他啊 然后分笔上写字啊 虽然我分笔上写字很难看 对对 然后然后直升机 对对 其实每一面都是不同的屋垒对不对 那么今天其实我知道之前看很多屋垒的综艺节目啊 别人都说你在综艺节目里是智商担当 他智商高不高 那我觉得今天既然来到我们美宝莲菲尼的现场 我就要挑战一下你 啊 来个小考验怎么样 来吧 今天 哎呀这个考验厉害了 我们要考你的数学能力 这个数学能力呢我觉得光考没有什么意思 我们应该请两位粉丝一起上来考是不是 好不好 你敢接受这个挑战吗 吴雷 我不太敢 哎呀你接受一下嘛 输了也没事 好 那接下来如何抽取这两位幸运的粉丝呢 我们一会呢大屏幕滚动起来 我们请吴雷喊停好不好 好 三二一 大屏幕滚动起来 在后面 是你们吗 停 停 让我们有请青阳沉善站 有请二位 在哪里啊 是你吗 快来快来快来 还有一位在哪 快来快来 有请二位粉丝上台 来 来跟我们吴雷一起 比拼数学 一会呢吴雷是这样啊 如果哪一位挑战赢了 你就送他一堂非听力的粉底液 好不好 OK 来 有请二位 吴雷听 欢迎二位 这样 两位粉丝 我们先请你们介绍一下自己 自己 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来 首先 从我身边的这位女士开始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青阳 就是只得微博名的最后两个字 大家好 我是陈善站 是无垒女友粉 你们这个名字是微博名是吧 不知道我以为是大名呢 陈善站 感觉很像印在户口本上的名字 那种感觉 今天要给二位的一个小考验是这样啊 我们先请 蕾蕾在我们的 24个色号中 pick中 属于你的色号 写在这个板上 这你平时最爱用的 你觉得最好用的 你先把这个数字写下来 我 我怎么写 是多少号 好 那这个数字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目标数字 我们一会儿呢 要请两位蕾民和吴蕾同时开始答题 这个答题是怎么答呢 各位 请听好规则 我们要通过任意与吴蕾相关的数字 做加减乘除 看谁最先得出120这个数字 比如说蕾蕾的生日 蕾蕾的年龄 还有任何关于蕾蕾的有意义的数字 都可以 最后必须要一一解释给我们听 才能算成功 好不好 大家清楚规则了吗 吴蕾瑶一起挑战哦 我已经算出来了 你算出来了吗 我已经算出来了 这么好算吗 来 我们一会儿呢 要把这个演算的过程 写在我们的白纸上 好不好 来 准备好了吗 3 2 1 答题开始 哇 你好了 好第一位完成了 我们先记你第一位完成啊 蕾蕾好了吗 我一直都是好 你都不用写是不是 我都不用写 好的我们一会儿来看蕾蕾的答案啊 这一位你是那个会计专业的吧应该 写得非常之详细 你好了吗 好 三位挑战结束 三位挑战结束 我们先请二位粉丝来揭晓属于他们的答案好不好 你先跟我们说一下 这个是9乘9加12加26加1 对不对 好 这个数字分别跟蕾蕾有什么关系 好 因为蕾蕾生日是1999年12月26号 对 所以是9乘9是99年 然后12 26 哇 然后加1是因为蕾蕾今天大1 然后是去年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进了 那个专业第一名进的学校 哇 这个太厉害了 这个太厉害了 这样相比之下我觉得我的好过分啊 吴蕾一会儿听你说啊 OK 你好了吗 我刚才有看到这位我旁边的旁边这位小姐姐啊 听到这位说的这么认真这么有意义 马上跟他奋笔急疏 改了一改 我们看看他的说法有没有很有意义啊 来 没有 我以前数学就没有及格过 然后我讲的是12乘以10等于120 为什么12乘以10等于120 因为那个蕾蕾生日是12月份 然后他是30的10嘛 就12乘以10等于120 我想的比较简单 这个太简单了 太简单了我也学会了 蕾蕾在我心中是100分的 100 然后再说一个 就比如说蕾蕾去年是那个第一名考进大学的 20个1加起来120 所以其实这个只要你心中有这个人 你眼中他是怎么样都是成立的对不对 好二位都答对了算不算成功吴蕾 算成功了 那接下来我们先听吴蕾的答案好不好 吴蕾你的答案是怎么演算的 我的答案特别简单 有多简单 要是吴蕾晕倒了你该打什么 就出来了 对就特别简单都不用算 这个好像跟我每个人也都有关系 也不能说没关系是不是 算不算成功 好那这样 吴蕾我们要不两位都送我们的礼物 好不好 好我们请工作人员送上我们fitme的本体液 请吴蕾 可是他要不要自己去挑自己喜欢的色号 你们要挑色号吗 呃蕾选择我们都喜欢 哎呀那不行了你们图完以后像个炭那样的 就咋办 OK我看是两个 好 请吴蕾把我们这一轮的福利送给他们二位 二位真的是对蕾蕾的信息了如指掌啊 对比一下 我觉得应该这样 谢谢再次感谢二位 谢谢 好厉害啊他们对你真的太了解了啊 你的那个120是怎么想出来的 你这个脑回路我真的是福 是吧 智商很高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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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第一轮我们的智商挑战算吴蕾成功对不对 好 接下来我们赶快要进入的是我们第二轮的互动游戏啊 其实我觉得作为吴蕾的粉丝一定是对你所有的信息都很了解的 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的天猫超级粉丝日 我们也会满足很多的粉丝跟我们蕾蕾亲密互动的机会 那么接下来的第二题呢我们要请到的是 吴蕾的粉丝进行现场 关于吴蕾的问题现场作答啊 我们一会呢会请二位粉丝在我们的台阶一层就站 站住 然后呢他每答对一提就会上来一个台阶 谁了解吴蕾的信息多答对的多就可以离吴蕾更近一点 谁想玩这个游戏 都想玩那既然大家都想玩那我们就采取公平公正的转大屏幕的方式 再来给我们抽两位好不好 好来三二一大屏幕滚动起来 吴蕾喊停哈 停 哇 让我们有请本末君子欢迎二位 欢迎二位在哪里啊 快来快来 我们二位一个叫本末一个叫君子 有请二位来到舞台上 我们先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来 你叫什么名字 我是君子 大家好 我是吴蕾的粉丝 喜欢吴蕾多久了 四年 对 有没有一句话想对吴蕾说的 希望蕾蕾一直做他追梦的少年 谢谢 你呢 其实喜欢蕾蕾多久了吗 嗯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叫什么 我叫本末 本末 嗯 我喜欢蕾蕾三年多 你是不是有一点紧张 是的 蕾蕾帅不帅 帅 好 这时候紧张我觉得是可以的 但是一会呢我请你们二位要放平心态 因为要开始答题了好不好 二位来 来到我们的作战区域各就各位 我们的A层舞台 一会要属于二位的挑战 那么这一轮呢是这样 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六道入门题 三道进阶题 最后一道铁粉题 我们每答对一道六门 每答对一道入门题呢可以上升一个台阶 答错下降一个台阶 进阶题答对答错后改变两台台阶 最后一道铁粉题答对答错改变三个台阶 你们准备好了吗 这个环节其实我觉得是要考关于吴蕾的问题呢 要不就让蕾蕾自己来问你们怎么样 可以吗吴蕾 好 请你来出题怎么样 OK 好一会呢我们要请吴蕾给你们出题 首先是入门题 在吴蕾说完问题之后 我数三二一 谁先举手谁先抢答好不好 吴蕾 吴蕾 吴蕾二十岁之前一定要完成的一件事 他快一点 这边先快一点是不是 是什么事 考驾照 是不是考驾照 是是是 对不对吴蕾 好 尤其你上升一阶 第二题 我最喜欢哪里的雨 我最喜欢哪里的雨 好 这边先哪里的雨 是不是上海的雨 对吗 对 对啊 真的对吗 是的 好你也上来一阶 一样了一样了 别激动啊 别紧张别紧张 下一题 哼 这个名字太长了 吴蕾 Pick的美宝莲 Fit Me 定制水感粉底液 柔雾版亚洲版 一共有多少个色号 谁先哪 他先 二十四个色号 恭喜你回答正确 再上一阶 我这次要看好了 嗯 吴蕾十九岁的前一天在哪里 谁先啊 我感觉他快一些 他快一些 在哪里 是不是斯里兰卡 那 你们对他了如指掌哦 我突然觉得 有点喊您啊 对啊 好 我们都知道了 吴蕾说 男人出门一定要带什么 好 你们都上来好不好 都上来 好 那二位我们这次 一起的 再上一阶 好 下一题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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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入门题 结束了 接下来我们要来进阶题了 进阶题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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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不知道这题吗 你看 很了解的 好吧 可以吧 下一题还是进阶题吗 对 进阶题 吴蕾说他不换 等一下等一下 我稍稍暂停一下 刚才你是答对了几题 进阶题 你有上两格吗 你看浪费了 赶快补上 因为进阶题 我们每答对一道可以上两格 你是不是也答对了进阶题 那你再上一个 OK 好 最后一道进阶题 吴蕾说他不换头像的原因是什么 这边先 你们是不是导演组的成员啊 跟我的答案一模一样 你们是拖吧 你们这个也太精准了 所以说你的粉丝真的很了解你 吴蕾 好 再上两格 又忘了 又忘了 没多上吧 OK的 好 现在进阶题结束了 接下来我们最后一道 铁粉题 答对这一题 可以上三阶 答错这一题 跟你说再见 好不好 所以这一题 好好打 请吴蕾提问 吴蕾在美宝莲FITME广告中 一共出演了哪几个场景 谁先 我怎么感觉太快一些 这边先 感觉眼睛左边有一个手举起来了 哪几个场景 蓝球少年 蓝球少年 实力演员 还有吉他少年 还有解题学霸 他们之间好像隔了一座山啊 因为这边说完了 蓝球少年实力演员都说完了 然后这边再补充的 对对对 还有实力演员 还有蓝球少年 这个不得不说 这边是不是全答正确了 恭喜你 上三阶 好 上到这一阶 就要来到乌蕾的旁边了 有请你 没了 没了 恭喜这位粉丝 挑战成功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我们先请蓝蓝把属于她的 获胜的奖品送给她 好不好 有请我们FITME的粉底液 你真的没有提前知道吗 没有 都是对你爱的表现 你再把这话 再说一次 都是对蓝蓝爱的表现 哎我想问 如果抽到你们 你们答能全正确吗 这个我说实话 我觉得对他们没难度的 因为每一个人都很了解你 他们只是存在于 他们这个大脑的反应系统 就谁手取得快一点 我觉得可能答对的几率就高一些 再考他们一个题 你来 英雄联盟有多少个英雄 开玩笑 来来来 那个那个那个 我们请蓝把这个 美宝莲的礼物 我们FITME的粉底液 送给你开心吗 开心 蓝蓝再说一句话吧 蓝蓝加油 蓝蓝加油 好 那我们这一位稍稍落后 我觉得其实 再拿一个上来 再拿一个 对对对 好不好 我们再请 我们的工作人员送上一支 我们FITME的粉底液 送给 快来快来 让乌蓝亲手送给你 这个 108 祝你发发发 好 谢谢二位粉丝的参与 祝你们今天晚上玩得开心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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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一轮我感觉 对他们没难度 没有难度 对你也 我其实有几个答案 我都想不起来 你会在想对不对 我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真的 就比如说你那个什么 20岁之前最一定要完成的事情 这个 考驾照 这个记得 怎么对驾照有这么深的执念呢 是因为 就从小就想要开汽车嘛 但是 就 所以说成年之后就想要考驾照嘛 但是 一直太忙了又要上学要工作 对对对对 所以 20岁之前能完成这个目标吗 我觉得难了 因为我离20岁不远了 没差多久了 没差多久了 我就20岁了 这个很拉仇恨的啊 你看大家在座的 我觉得怎么不说笨三吧 我觉得 也都是跟吴磊差不多的年纪的人啊 但是吴磊说出来就是 我快要20岁了 还是 哭着说的 其实 很年轻 我永远 我永远都 永远18岁 没有没有没有 在你们心目中是永远18岁吗 好 还想不想玩游戏 别别别别 不要永远18岁了 我还是 我就是我啊 因为我感觉你一直很想让自己 赶快成熟 赶快长大的那种 我都我顺其自然就好了 顺其自然 反正都能长大的嘛 对对对 我也不知道啊 这个 这个要看一看的啊 好 那么接下来还想不想玩游戏 接下来我们再玩一个游戏啊 我们还要来 邀请两位无雷的粉丝一起参与好不好 我们通过大屏幕 滚动的方式 来抽取这一轮跟我们一起玩游戏的粉丝 滚动起来吧 请 有请赵梦基帘子 欢迎二位 在哪里 在哪儿 快来 还有一位 欢迎二位 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大家好 我是赵梦基 他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杀手 我是莲子米 他也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杀手 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 是内心已经波涛汹涌 外表 平静如水 是不是 你说什么 手都已经满 见到我来开心吗 超开心 你呢 我一直在手抖 一直在手抖 可是你外表看起来波澜不惊 好像那种什么 那种女总裁的感觉 就是表情非常的严肃 所以说啊 我们请二位呢 这一轮的游戏 你们知道是怎么玩的吗 我们要考验的是大家的艺术细胞 就是我们要请 二位和吴蕾一起 用粉底液 花出心目中的吴蕾 他的样子 应该是刻在你们的脑海里的吧 是吧 那我们在那个 画之前 我们先问问蕾蕾 蕾蕾 你觉得 你自己的五官 最大的特点 你觉得是啥 那个五官吗 最大的特点 就整齐 这个是怎么说呢 怎么个整齐法 就有鼻子有眼的 这个 这个孩子 这孩子长得挺完整 很完整 那你觉得 如果说你要给他们一些建议 你说 这么画我 最像了 你觉得他们要抓住的精髓 你觉得是什么 胡子 你们要把胡子画得很 很完美才行 你对胡子真的有很深的执念 给他画一个艺术胡须 好不好 看谁先完成这个好不好 那么接下来 蕾蕾你的画板在那里 我也要画吗 你也要画的 我看你是自画像画的像 还是两位粉丝画心目中的你画的像 我们两位 没没 我在这边 好 老师 嗯 我们一会儿呢 要开始作画了 吴磊自画像大挑战 三 二 一 现在开始 我来看一看啊 哇 你们大屏幕上能看到我 我看吴磊在画画 对不对 这个真的是 我觉得吴磊是抽象派的 这个脸吧 比你自己好像要圆那么一点点 出具雏形 你们二位画的怎么样了 你这个 你这个画的上身很有特色 好 吴磊吴磊 怎么回事 我有办法补救 不要 不要慌 画的很像那种动漫人物的 我感觉 好 我们倒计时还有多久 好 我们吴磊自画像挑战倒计时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大家请停笔 好 挑战结束 二位画好了 对不对 对 我们先拿出 我们这边 离我最近的这位粉丝的话 给大家展示一下 三 二 一 欢迎吴磊 当当当当 像不像 来 你自己拿着 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这幅艺术大作的创作灵感是什么 五雷说她自己是铁血男人 但是她在我们心目中就是一个兔兔 然后她刚刚 是个啥 兔兔兔 对 为什么是铁血男人 对 我觉得她很可爱 然后这是她兔兔兔 这是她兔兔兔 这是刚刚她要的 艺术胡须 满足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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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有没有满足她 那你右下角写的这几个字呢 Liu我知道 那这几个字是什么 铁血男儿 铁血男儿 铁血男儿无类 铁血男儿Liu 好 这幅作品啊 以高超的创作手段 和别具匠心的艺术胡须 屹立在我们艺术创作的这个画坛 我们接下来来看 第二位 这个粉丝的创作 给我们321翻开展示一下好不好 来 321 请展示 给我们说一下 您这副藏品的创作灵感是什么 因为蕾蕾就是大长腿 给她画出来 然后她说自己是铁血男儿 我就给她画了点腹肌和肌肉 然后还有她的胡子 胡子也画了 你这个主要是突出了她这个优秀的身高比例 是不是 对 头和腿占的比例一样大 是不是 然后腹肌呢 你怎么知道她有腹肌的 就是 就是觉得吴蕾身材很好 是不是 好 二位的作画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我们要请吴蕾 来展示她自己心目中的吴蕾是什么样了 我觉得还是算了 别 我觉得还是算了 我觉得一定要看一看很写实 然后还有一定的这个艺术手法 我们来看看一会儿让吴蕾给我们解释一下 自圆其说一下 看看是什么样的一副艺术作品好不好 我觉得还是 别别别看一下吧 看一下吧 好来三二一 噔噔噔噔噔 吴蕾 你说吧 这是个什么风格的话 首先呢 这个头发 这跟我的头发简直是一模一样 简直是一模一样 对吧 它都是这样卷卷的 对不对 反正都有头发 都有头发 都有头发 然后呢这个眉毛 你看 我生气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一模一样 好像啊 对吧 这眉毛是不是跟这个眉毛一模一样 就我生气的时候 嗯 鼻子就 大家鼻子都长一个样嘛 这鼻子怎么也一个样了 就差不多就这样嘛 这样 这样你说什么我都会接的 我都会按照你的方法说 但我给你一个小要求 就是你得自圆其说 就把这几个都是 按自己的这个风格说出来 你往下说鼻子怎么一个样了 就是三角形嘛 哦 对对对人的鼻子都是三角形的 嘴的话就是 垮了 我说实话垮了 咋吗 垮了 嘴垮了 对因为我画嘴的时候流了 哦流了 他那个粉底液流下来了 那你就说他 我吃饭的时候流口水了吗 我吃饭的时候流口水了 哦 行行 流粉底液了 对然后这个身子就不用多说了 腹肌那是 你怎么没给自己画个胡须呢 呃 忘记了 忘记了 太着急了 好 吴蕾自己画的自己像不像 你们想得到这幅作品吗 一会再告诉你们怎么得到 现在我们既然这个是个挑战啊 还要发出去吗 这个我是觉得这幅作品 既然如此写实 而且生动的描绘出了吴蕾的这个优良形象 我觉得一定要让更多的观众看到这幅作品的 好不好 好吧 那接下来这轮挑战是这样啊 二位都创作了你们心中的吴蕾自画像 我都还没有看 吴蕾先看一下 来来来来 请吴蕾看一下 这是我的雷巴骨吗 这是我的雷巴骨吗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肌肉 他肌肉好大块哦 OK OK 你呢 我不得不说这个很抽象 这是我的头发 哇 还给你画了个胡须 Wink OK 哦 你还画了个Wink呢 你们知道什么是Wink吗 哦 这原来这个是Wink 什么就这个 哦原来是Wink 就这个 这个 哦 不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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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我是不是 什么你们说什么 他说下一个环节 无理我听他们说什么 下一个环节 下一个环节 下一个环节是Wink是吗 无理你会吗 我不会 你要不会 你就给大家来一个不一样的Wink 就是双眼闭的Wink 是这样啊 我跟你们讲个故事 在很多年前我拍过一个广告 然后那广告就要求我做Wink 然后我拍了一上午才把那条拍好 因为我做那个Wink的时候我整个脸都扭曲 你会抽抽是吗 我会整个脸都往我的做Wink那只眼睛那里集中 那我更想看了 这样吧 这样吧这样吧这样吧 我们这个Wink我们让Wink回去好好练一下好不好 如果以后 无蕾的Wink有朝一日获得了大成 就可以不抽抽了脸不集中了 我们再让无蕾展示给大家好不好 好那接下来我们两位的自画像 无蕾挑选一位你觉得画的更像你的 我觉得画的更像了吗 我觉得我应该搬给我自己 你画的更像啊 我画太像了 一模一样 是 是 那他们二位怎么办 那二位就 你就是想给他们都送奖品我跟你说 对吧 我觉得为什么要挑选一位呢 都送吧都送奖品 好不好 我们有请工作人员送上我们FitMe的粉底液 请无蕾亲手送给二位 呃 刚刚完成艺术创作的粉丝 来 谢谢 我们请无蕾把 我们美宝莲FitMe的粉底液送给他们 感觉都差不多了 这个真的无蕾刚才比这两个色号的时候 特别像男生去专柜买粉底液的样子 因为女生一般去专柜试色啊 很专业的 耳朵后面涂一涂 手上涂一涂 男生去专柜试色 拿着这两瓶粉底液 像无蕾刚才那样蹲下 仔细的看了半天可能才能比较出来颜色对不对 送给二位 没拿反吧我刚才 没有没有 是你们的吧 对没有没有问题 好再次把掌声送给二位 谢谢 谢谢 那么刚才无蕾的那幅大作呢 就会寄存到我们展览的X房间 大家等解锁了任务之后 就可以一睹我们无蕾的艺术作品的风范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下一个环节是我们的一个小彩蛋 因为是跟我们美宝莲的超粉时刻嘛 那么我们也请出了目前 在网络上跟我们美宝莲亲密值最高的一位粉丝 这位和美宝莲亲密值最高的粉丝呢 会获得由屋磊亲手送出的美宝莲锦礼大礼包一份 那么这一位粉丝到底是谁呢 我们有请这位幸运的锦礼上台领奖 有请你 欢迎你 我们给他一点掌声好不好 哇 我见到这个美宝莲锦礼的卢山之面目了 跟我们自我介绍打个招呼吧 嗨 大家好 我是美宝莲的头号粉丝 这是我比较大的一个logo吧 然后我叫谭宇佳 然后对 然后现在应该是对亲密值最高的一位 这个亲密值最高的一位 我一直在那个美宝莲网上下单买东西 因为它会你们去那个微淘搜索 会有一个那个进度单的 就你慢慢的由这个初级粉丝进阶成为这个超级粉丝 我都还在前面三分之一的那个位置 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满了 很早就满了 很早就满了 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眼中的美宝莲产品是什么样的产品 我个人是很喜欢欧美妆的 然后美宝莲呢 对我来说就是又 怎么说呢 就是又欧美但是又时尚 然后同时对我们年轻女孩真的是非常的友好 我们就请乌磊亲手送上我们美宝莲的景理大礼包 有请工作人员为我们送上 哇这么多东西 这些都是食物吗 会送给他对不对 哇 请乌磊把我们美宝莲的这个大礼包 亲手的送给这位超级粉丝 也希望你今后继续支持我们美宝莲 支持我们乌磊 支持我们乌磊好不好 谢谢 谢谢你 好也要提醒各位 大家可以多多浏览我们美宝莲的店铺和美宝莲的店铺做互动 我们购买和观看都可以增加我们的亲密度 下一个幸运儿就是你 与此同时我们要谢谢 吴磊今天来到我们的活动的现场 其实为了更好的纪念我们今晚的这个FitMe的盛大的夜晚 我们要邀请到几位贵宾和吴磊 以及我们大家一同见证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美宝莲纽约中国区品牌总经理 胡静益女士 天猫大快销大客户部总经理小旺女士 欧莱雅中国大众化妆品部大数据中心及阿里电子商务总经理 王熙元女士 美宝莲纽约品牌传播总监胡小卫女士 欢迎四位 让我们有请各位来宾和吴磊一同见证FitMe粉底液24款定制色号的全新 发布 谢谢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四位幸运的来宾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各位领导 我们稍时休息一下 那么今天其实我来稍等啊 今天其实是属于你的这个粉丝日嘛对不对 其实你之前有说 说想跟我们这个来到现场的我们的蕾名们来一张大合照 我们一起来一张大合照好不好 好好好 好不好 好我们请摄影老师来到前面好不好 好 1 2 3好 好 1 2 3好 1 2 3 や 希望各位继续支持我们的美宝莲 支持我们的乌雷好不好 好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乌雷 我们要继续支持乌雷好不好 谢谢乌雷 谢谢 谢谢乌雷 拜拜